生物科技展在南港展覽館登場 没有想到一家高雄来的面膜公司 打出了优惠特价 才一开卖三百多万片的面膜 秒杀卖光 十点以后到场的人根本买不到 想买面膜的现场简直跟暴动差不多 业者不得已赶紧下回道歉 十点终于到面膜开卖 立刻陷入一片混乱 怎么超过三个月 原本可容纳百人的摊位 瞬间涌近七八百人 总价三百多万的面膜 一下子被民众抢光光 买不到的人迟迟不肯散去 老板只好出绝招 跟大家道歉 所以他跪下来你觉得可以接受吗 还蛮可以接受的 因为真的很累排了很久 以后真的不要这样太恐怖了 我自己吓到啊 现在的状况是 我们封管了 我们不卖了 为什么 因为暴动 民众会这么捧场是因为这款台湾研发外销 法国又从欧洲鸿回台湾的滋润型面膜 在欧洲每片要价十块欧元 大约三百四十五块台币 现在直卖一百块台币 买不到的民众老板说还有补救措施 我们十点的时候就已经在这边stand by了 结果呢 结果我们还是出前面的人 前面的人都卡住不动啊 然后东西又被他们买完了 然后后面的人大概就排到门口 都影响其他店家都没有把他坐置 不走的人我们给他填单 填这个单和预购单两个月后会到 业者利用社群网络来号召民众不止把面膜扫光光 连货架上的商品也所剩无几 老板赶紧从高雄调货北上 总不能开卖几分钟 摊位上只剩空荡荡的货架吧 记者综合报道